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到了八旗 我們現在在八旗觀景台 好像在花蓮的某一條山路中間 正如我標題的 這個可能大家看完之後 會有點搞不清楚狀況 如果你在Follow Yama 你就知道他們有出一個 檢證器叫做Performance Damper 然後這個Damper 今天我們就來實際拿兩輛車 因為今天剛好他們是MT-09 MT-07的一個試乘會 然後同時間他們在07的部分 一個有搭載 一個沒搭載這個檢證器 兩輛車讓我們直接對比 它騎起來會是什麼樣的感覺 我記得很久以前 我好像T-MAR的時候 有曾經試駕過 但是試乘過有加載這個檢證器 但是我已經印象有點淡飽了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帶大家來實際 實際試試看這個 究竟它在07方面 給我們帶來多少的改變 好我們現在帶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新版本的07 你可以看到大家講口球的頭 事實上它是一個Y字的造型 好它這個頭就是全新的07 它手把也改的比較高 如果你想要瞭解這輛車的介紹 我把它放在上面 SuperMotoA那邊會做一個比較完整的車輛 試駕的介紹 好今天我們分配到的其實就是這台 有搭載這個Performance Damper 它的原理其實在官方 還有他們在很多活動 其實就已經推廣過了 他們都會針對許多車款 直接設計專用的套件 你可以看到它是一個檢證器 然後裝在這邊 這邊有一個轉接座 就直接連接到前面的車架 還有後面重列式的車架 然後在中間就有一個檢證的效果 它裡面就像是一個阻尼 早上的簡報裡面他們有提到 這個檢證器的來源 一開始其實是來自於Lazos的頂級的車款 他們在引擎裡面做了拉桿 因為我們知道有的引擎拉桿 它其實就是一個金屬 不管是鋁的還是什麼鋼的 它可能就是一根金屬 但是他們在這根金屬中間 又加了一段這個檢證器 讓它除了可以強化車體剛性之外 受到這個側向的壓力 也或者是震動扭曲的時候 它可以達到穩定車身的效果 由那個檢證器好的評價之後 再回到車輛本身 再回到了二輪車輛YAMAHA本身 所以才會今天我們看到的 這個檢證器來到車輛上 第一台搭載的車其實就是TMX 然後現在其實有很多車款已經搭載 好 那這個廢話不多說了 我們趕快跟著我第一人稱來看看 沒有檢證器跟有檢證器之間 到底對我的騎乘第一人稱 帶來什麼樣的差別 我們先來試試看沒有裝的零器 它一樣都是新版本的零器 然後呢 等一下我們再來試 直接兌換來比較 有裝Damper Performance Damper的跟沒裝的 到底差多少 MT07 MT07這次的改革重點喔 你們想看我把它放在上面我們官方同時有介紹喔 這次他們在騎乘幾何上面做了蠻大的改變 我覺得手把 比較高比較寬 騎起來有點像是越野車的感覺 好 那我 老實說我覺得它現在跟過去的 這個MT07騎起來的感覺 其實差距真的不大 扭力非常的飽滿 畢竟它是 這個 特殊曲軸的家教所造就出來的一個扭力感 然後呢 這一台則是原廠並沒有搭載那個檢證器的喔 那我們等一下再去回去直接換有搭載檢證器的 這個07的扭力感真的沒有話講 跟09一樣 相當的充沛 但它膝蓋的夾持位置也都還蠻恰到好處的 蠻舒服的 好 現在沒有搭載扭力感的 我是覺得 整個路面的感覺 給我的回饋是蠻明顯的 然後有些小碎症啊 馬上可以傳到身上來 在彎中的時候 雖然我們也有很愉快的 引擎 因為這顆引擎其實它的曲軸夾腳的關係 所以它在高轉速的 它的舞動感跟所帶來的震動感會傳到騎士身上 那你會覺得 如果你要跟一些 這種 並列雙鋼的來比較 就是傳統並列雙鋼來比較喔 它的感覺會比較震動多一些 好 剛剛我們有一段 比較不平的路面的彈跳 我們等一下來試試看它這間的差別 這邊的路也是不太平喔 剛剛幾個彈跳就會把我往外面拋 回來換有裝Damper的阻尼器的 看看會怎樣 立馬換 集絕 零器的車重比較輕喔 所以其實 整體的 移車的時候壓力不會太大 好現在是有Damper的 我現在第一 第一個感覺喔 呃 它在 我還沒停倒 停倒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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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 它本來 如果你在拉轉的時候 車身會多一些些 左右晃動的感受 它現在變得好像 比較很明確的往前指向了 哦 有 它彎中 彎中 彎中本來 會有 彎中本來會有 比較明顯的一些扭動 懸吊跟著 車架一起扭動的情況 被排除掉了 那我覺得它的引擎的震盪喔 其實我還是可以感受到那個震盪傳上來的感覺 但是 剛剛 剛剛地面的彈跳 你會發現地面的彈跳在 你震下去的很快的時間點 它就回不到車輛比較穩定的狀態 發車 哦 確實我覺得它在彈跳的時候的處理 會讓你覺得格外的安心喔 因為 好 這邊就是我們剛剛經過的彈跳點 我覺得它處理彈跳是非常明顯的喔 我們拉拉跳 哇 哇 我覺得它的最大的改變是在於 處理這種地面彈跳所帶來的震動 因為剛剛沒有中的版本 我在這邊的時候 會覺得車輛一直彈跳干擾著我過彎 但是 現在不會有這種感覺 那過彎的部分喔 它比較少左右的晃動 所以你會覺得在過彎好像 你會體感覺得速度變慢了 你會覺得你好像可以在彎中做點什麼事情 呃 這個 我覺得如果我要用形容來形容 這就好像是 原本你的懸吊阻尼是調的比較少的 阻尼比較輕的 就車輛會這樣子晃動的很明顯 然後你把阻尼加重之後 車輛被吸住 變得比較慢 然後那時候你如果在 平常過高速彎 車輛會晃動的很厲害 給你很多回饋資訊 突然間它把這些資訊全部關閉 沒有晃動 沒有回饋資訊 會讓你覺得整個車輛變慢 剛剛有發現它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 我在 我在上一輛 我在沒有裝這個damper的 上一個版本的時候 雖然它比較不舒服 但是我會比較容易感受到 車輛給我的資訊 但是呢 有裝的呢 它給我的充分的穩定感跟舒適感 只是我就會擔心 比如說我現在破輪要開油 它會不會有這種滑掉的疑慮發生 我比較不能隨時能夠 用升級去感受到車輛的狀態 如果我們分三個面向 一個是它的引擎震動能不能消減 我覺得有一點點 你感覺到車子在加速的時候 比較容易指向前面 並不會有這種多餘的晃動 讓車輛的力量好像消散的感覺 然後在彎道的部分呢 它也給你了比較多的穩定感 你會覺得在彎道 你好像可以做點什麼 或者其實你很悠閒 不比起不會像是沒裝的一樣 那麼忙碌的感覺 另外我覺得最後 最後我覺得差別最大 差距最明顯最明顯 就是當你碰到坑洞 還有不平整的路面的時候 它可以在很快的時間內 讓你的車輛回歸到穩定的狀態 這個是我覺得這個damper最重要 也是最有價值的關鍵點 好的最後呢他們官方所說的 這個MT07的damper 它的售價是8000元 那你問我值不值得 我覺得 我覺得如果是我的話 我應該會加 但是如果進到賽道 或是比較激烈啟程 我可能不會加 那原因就是在我剛剛講的 我整體來說 它對於車輛的舒適度是非常加分的 所以如果你是要追求車輛的舒適度 我覺得它會比起你要追求 激烈抄駕的穩定度來的更有價值 當然它對於激烈抄駕 還是有一點點加分的效果 只是我覺得那個可能就是 要看你個人的習慣了 如果你喜歡煮你比較重的騎乘方式 舒適取向 然後車輛回饋比較少 比較震動 那可能我覺得這個damper 對你來說 你就會很有感的覺得它很棒 但如果你是像我一樣 你想要比較多的車輛資訊的回饋給你 比如說輪胎的作動 車輛的整體的晃動 甚至引擎的狀態 你比較習慣於感受車輛的人 或許你就不適用於加裝這個阻力器 騎車真的非常好玩的 就是天秤的兩端 永遠都是 你要高轉有扭力 你要低轉有扭力 高速可能就沒力 然後你要高速穩定 在低速小彎 那你就覺得車輛比較笨重 那你要車輛靈活 在高速你就覺得晃動 你很難有一個設定值 可以達到這個車輛完美的狀態 所以我覺得這個damper 它對於這個穩定度 當然提升了蠻明顯的 只是它可能損失的就是 你在一些身體感受的部分 會有這個影響 不論如何我覺得整體而言 它對於你在一般道路上 騎乘的舒適度 震動的回饋 而且對應不平整路面的騎乘的舒適度 我覺得都是一個加分的設備 好 最後看完我的評論 這個裝與不裝 我建議你還是直接去找 YAMAHA的經銷商 或許它有四層車 可以讓你直接體驗 你來體驗完之後 你再做決定 不要光聽我講 好不好 以上就是我們針對今天 YAMAHA的 Performance Damper 做的一個介紹 好啦 記得鎖定阿伯 我們下次見了 掰掰